1975年,毛主席会见德国总理赫尔木特·施密特,并针对施密特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最终答案也成为了欧美的梦魇。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德国期间会见施密特,其中特别提出他是中德关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更是中国人民值得敬重的老朋友。 1975年,施密特以德国总理的身份首次访华,两人在会谈中,毛主席针对于施密特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 多年后,施密特还是会由衷地夸赞毛主席是位别具一格的大国领袖。 今天就为大家说说施密特与中国的故事。 2015年10日,德国前总理赫尔木特·施密特逝世,这位唯一一位与我国历代领导人都有过直接接触的德国总理在生前共有过15次的访华经历。 而每一次施密特的到来都良好的推动了中德关系,让西方人民更加直观地全面地认识到中国,一度将他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接下来就先为大家说说施密特与中国的故事点滴。 其实在施密特的所有访华过程中,对中国的认识也随着我国快速地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年第一次与毛主席的会见,施密特是带着渴望了解中国的好奇和善意而来。 多年后他回想起第一次的访华经历时,说道,在我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后,我对毛主席、邓小平等领导人发出由衷的敬佩。 并且那一年的访华中,他还特地前往新疆走访,而施密特的这一举动是别有深意的,更多地表明了他承认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也正是这次访华大大的推动了中德双边关系的发展。 第二次来到中国时,我国灰暗的政治十年已经结束,而他观察到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进步,并说道, 我认为中国人民心中压抑的心情已被驱散,中国会越来越好。 第三次来华时,施密特对中国的感觉尤为强烈,这个强烈代表着什么呢? 他认为,这时的中国已经走在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是个潜力股,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 从大费周章的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如今与日俱增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中国没有让施密特失望,更没有让中国人民失望。 而就这三次的访华经历来看,施密特每每踏入到中国领土时, 都在用自己的眼睛不断地捕捉中国取得的进步,并且时刻关心着中国发展。 2001年,已经退任德国总理的施密特,仍被受邀在北京参加世界新经济论坛, 而施密特在交流会上再一次发出了预言。 他认为,中国在30年之内国民生产总值就会超过日本,达到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水平, 并且还提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遇到挫折,也会遇见巨大的麻烦问题。 与此同时,施密特还特别指出,美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变数。 并在表达完自己的观点后,还呼吁道, 德国的人民群众应该重视中德关系,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这不是一件坏事,也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 实际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也不过短短20年后, 施密特的预言基本上已经变成了现实。 而施密特对中国发展的预言,可以说是西方国家中少有的持有客观、务实态度的人。 而施密特在2001年世界新经济论坛上的预言,和他第一次访华时与毛主席的交流内容是大相径庭的, 接下来就为大家回顾一下施密特在1975年会见毛主席的过程。 并且,在两人交谈中,毛主席针对于施密特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 多年后,施密特还是会由衷地夸赞毛主席是位别具一格的大国领袖。 施密特访华后,如愿见到毛主席,两人就国际性问题展开了讨论。 1975年,施密特如期抵达北京,但此时的周总理因为身体原因重病在床,无法接待施密特, 所以负责代表中国和施密特会谈的是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西方领袖都已和毛主席谈话为荣, 美国总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都先后见过毛主席,以此当作巨大的荣耀。 但是毛主席当时的身体已经不太好,按理来说是不会见访客的, 所以中方就先安排了施密特见到了已经89岁的朱德。 要知道,朱老总年轻时就在德国留学,所以在会见施密特时, 朱德提到德国的柏林、莱比锡、波恩、科隆等都是用标准的德文发音, 施密特对此非常地惊讶。 在北京的第二天,施密特提出了自己十分想见毛主席的心愿, 当工作人员将这一信息转达给主席时, 毛主席靠在床上微微地点头,表示了同意。 于是在10月30日的上午,在故宫北边上一幢不起眼的小房子里, 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施密特在这里与东方伟人毛主席正式会晤。 此时的主席行走战力都是非常困难的, 就连坐下都需要有人扶着, 但在施密特等德国客人们到来时, 毛主席仍然站起身与他们一一握手。 在施密特的回忆录中他提到这样一处情景, 在他见到我时,第一句话并不是和我问好, 而是说,您是康德学派的人,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这让施密特觉得意外,同时认为毛主席具有着超前的思想。 主席与施密特的谈话近三个小时, 毛主席的周围有三位女性都为英语翻译。 当主席说中文时, 翻译员先将他的话写在纸上, 向主席确认后才译成英语, 但那个时候的毛主席由于身体原因有时说话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翻译员有时也不明白他的意思, 主席也会亲自修改纸条上的文字。 在两人的闲谈中, 施密特和毛主席自然地谈起了当下世界的国际局势, 还提到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欧洲一体化, 施密特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讲讲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当时的施密特看来, 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继续发展他非常的有信心, 并且还认为整个西欧将会迎来第二次的复兴, 到那时就算是苏联的军事威胁也不足为惧了。 可面对信心满满提问的施密特, 毛主席却直接给他浇了盆冷水, 您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吗? 我认为西欧很难做到这一点, 即使有一股力量将他们强行绑在一起, 也不过是拳头打在棉花上, 在真正绝对的力量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同时对于美国, 毛主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 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但这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很多, 国家的根本正在被外来因素腐蚀, 政治已经沦为政客们的工具, 可这并不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 对于毛主席的这番坦率回答, 施密特在当时是不以为然的,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毛主席讲的话竟然一语成衬, 如今的欧美确实正陷入一场, 足以改变他们的梦魇之中, 可这个问题毛主席却早几十年就能看出川, 并直接点出了欧美的弱点。 这便是视频开头提到的, 施密特当时提出的这一刁钻问题, 毛主席并没有多闪回答, 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所暗藏的黑暗。 施密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好朋友, 见证了中国从落后走向富强。 其实远不止上述这些, 两人的交流中是有许多观点不一的, 九中苏关系, 普鲁士军事家的一些观点, 两人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也正是这次与毛主席看似不那么顺利的谈话, 让施密特对中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施密特在后来的采访中说道, 虽然主席说话时有些气喘, 发音也比较困难, 但我能感觉出他的精神集中思路清晰。 但遗憾的是主席第二年就因病逝世, 施密特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 所以后来在施密特卸任总理后, 还是非常关心着中国的发展。 还曾多次来到中国做实地参观, 以及在家中阅读有关中方的境况发展, 慢慢地了解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 最后还成了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在施密特晚年时, 还编写了一本理解中国的书, 施密特在书中写道, 古代的希腊、波斯、 埃及以及印加的文明早已消亡, 唯有中国文化延续了数千年, 直到今天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他还特别形象地比喻过, 欧洲文化是一棵树, 中国文化是另一棵树。 放眼整个世界, 是没有第二个领导人能够像施密特这样 对中国充满如此浓厚的兴趣, 即使进入茂迭之年, 行动不便, 依然穿梭往来于中德之间。 2004年末, 我国国际部新华社记者郑汉根在施密特 位于德国联邦医院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专访。 据郑汉根回忆, 施密特老人当时拄着拐杖, 耳朵有些不灵, 每次回答提问前都会思考片刻, 但说话依旧调理清晰, 思维依然活跃。 而令郑汉根印象深刻的是, 在采访结束道别时, 施密特喊了一声郑先生, 并且这个正字发音非常准确, 先生是中国特有的尊称, 这无一步显示出施密特对中国, 对中国文化确实有一番研究。 有关施密特与中国的点滴故事这期视频就先说到这。 不知大家对这位曾任德国总理的施密特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